Hello,大家好,今天有好多客厅要跟大家分享,不要走开 首先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沙弗莱的项链 这个沙弗莱是一个1.4克拉的卡扎尼绿色的沙弗莱 颜色非常浓郁鲜亮 黄掉很少,是绿掉偏多的这种颜色,很美 客户当然也知道这么好的宝石一定要好好地去镶嵌它 所以咱们是围箱了两圈的钻石 把豪华精致度直接拉满,这样做出来就超级的好看 上身的话也是属于日常的一个大小 但是它就特别的精致好看 同时客户还给自己搭了一个戒指 这个就是戒指上面一套,非常的好看 店里面还有很多同品质的卡扎尼绿色的沙弗莱 也都可以到店里面来选择 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蓝宝石的戒指 非常好的一颗水滴皇家兰 干净浓郁,颜色很漂亮 镶嵌的是这种经典的一个皇冠款 上手的话也是非常的大气好看的 整个精也是做的非常质感厚实 裸实客户是买成6000多 镶嵌是5000左右 整个是1万出头的一个价格 如果您喜欢都还可以再来定制 接下来是一个翡翠的小皮羞 超级可爱 然后做的是这种钻石围箱 但是上下左右用水滴形的钻石 去做了一个层次的分别 上手的话也是属于比较偏复古的那种风格 特别好看 皮羞就是招财又劲绑 这样镶嵌出来就好好看 这个的话是一个翡翠的小佛宫 非常冰透的一个料子 你看我的手上下滑动 它其实料子特别的刚 做的是这种简单的猪边围箱 特别精致的这种细小猪边 顶了一颗小小的小绿猪 镶嵌下来就非常的好看 给大家比一下 男带观音女大夫 女生带小佛宫是寓意非常好的 如果你也喜欢 还可以到店里面来选种小佛宫的料子 这个镶嵌的话 就是几百块就搞定了 都不过千 料子是两千多 喜欢多还可以再来定制 这个是一个翡翠的平安扣 好乖巧的一个平安扣 主要这个料子超级好 做了一个小香云的图案 非常的可爱 好看 也是小几百 四五百就镶嵌下来了 不含链子 这个小平安扣也就一千多 非常划算 这样日常去佩戴 就冰冰润润的 很好看 日常T恤或者新宗室 都完全没有压力 这个的话 是一个蓝宝石的项链 左右两边是冰冻的翡翠小蛋面 中间是一颗蓝宝石 上面还相当于一个葫芦的造型 而链子是做了这种 比较粗一点的登龙链 可自由调节程度 这些都完全根据客户自己的 一个需求去定制 出来也是非常好看的 这种就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 一个首饰 你的想法 我们去帮你实现 这个是一颗壁写一颗拉多的 做这种超宽的戒笔 非常的质感厚实 就特别的酷 上次我给大家比一下 印丝丰满满的一个感觉 喜欢的还可以在选老师做同款 这个是一条非常冰润的 小蛋面拼凑而成的一个项链 它就是冰冰润润的小翡翠 每一个都有双眼皮 点缀一点钻石 这样去镶嵌的话 非常的好看 大气 也很细致 同理 如果你有很多小的宝石 没有镶嵌的话 你也可以做这样的套链 也是非常好看的 最后的话是这个 阿科亚的小灯泡耳钉 简单的一个塑金镶嵌 日常去佩戴 完全没有压力 这个是8左右的一个尺寸 整对做下来是2000 多的一个价格 喜欢的还可以再来定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再走 拜拜